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下不知去了何处 老天后倒是托人去告诉了南海水军 琉璃公主帮自己办事去了 东华 我觉得就是这个琉璃公主 陷害成玉的 我得帮成玉讨回公道 说完便换出何须剑 气冲冲的想往外跑 腿还没有迈开几步 便被一股强大的气流顶住 带着往后倒退 这一腿便被带入了东华的怀中 东华称怪道 怎么还是不长记性 还是这么冲动 你想去找谁算账 你知道是谁陷害的成玉 一旁的私命在偷着乐 被东华瞪了一眼 不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公主吗 那个公主 你怎么知道 你是亲眼见过还是你有识句 你在镜像中见到的女子蒙面 未见真人 所以做不得数 你就这么提见出去请 可是 这还用证据吗 现在不是很明显吗 那个琉璃公主喜欢三殿下 但是三殿下喜欢成玉啊 所以琉璃公主陷害了成玉 她就可以得到三殿下了 也许你猜测的不错 但是眼下最终的事情 可不是去找谁算账 你该担心的是如何帮成玉杜劫 既然那琉璃公主没有回南海 那极有可能去了凡间 你可懂 哦 你说她会去陷害成玉 那我得去帮她 我不能让成玉受了欺负 凤九很气愤的说 转眼又软了 无视旁边的思命 又冲冬华撒起娇来 冬华 我们去帮帮他们好不好 冬华显然对凤九这种撒娇 没有任何抵抗力 但还是故作镇定的岔开了话题 思命 连宋和成玉的命个步子带来了吗 思命双手奉上 冬华借过 草草翻了几页 便皱起了眉头 这是谁编写的 回帝君 这并非小仙 而是 而是老天后 写的什么 凤九有些急了 跳出了冬华的怀里 一把抢过成玉的命个步子 便看了起来 冬华在一旁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下又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 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这么恶毒 果然 小凤九被气得直跺脚 到底命不上写了什么 能让凤九如此 摇池仙子成玉因掌管摇池不善 导致满池花败 顾夏凡历劫60年 这浅浅厚厚 算算如今人间的成玉 已经十来岁模样了 反间 烟雨中的江南 也会有花的飘香 浅浅淡淡 素如雅兰 仰面欢笑 看如丝的细雨在风中 轻轻吟唱出一曲甜歌 高雅府地 城南沈家 时代书香 玉满江南 沈家有女 名若兰 幼年丧母 沉于若燕之戎 碧月修花之貌 对玉花之术颇有心得 虽为述出 却也吉得沈父偏爱 沈父有妻 无事 生性因狠 善于察言观色 表里不一 欲有一子一女 因为沈父偏爱若兰 便心生极恨 视若兰为眼中钉 欲处之而后快 沈父也知 自家夫人 对女若兰不是很稳妥 便一直让若兰寄居在外 独辟医院为若兰相谢 犹如母带为照顾 江南小镇 大街上颇为热闹 若兰生性活泼 便带着是女连儿 女扮男装 上街凑热闹去了 一路上 琳琅满目的商品 热情吆喝的小贩 来回穿梭的人群 一派欣欣向荣之景 若兰和莲儿 一般都是都在若兰相谢 生怕一个不小心 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若兰从小就知道 她并非母亲亲生 且自己的弟弟妹妹 也与自己交情颇浅 或者说他们只是 同属于父亲的孩子而已 所以这次出门 特地女扮男装 眼人耳目 公子公子 你看 这边有面具 好生俊俏啊 你快来看啊 莲儿很是开心的喊着若兰 莲儿也深知若兰的处境 也是个忠心为主的好姑娘 虽为主仆 但情如姐妹 莲儿便是如母的女儿 莲生 怎的这般没有规矩 在大街上大呼小叫的 若兰故作正经道 莲儿知道若兰并没有真的生气 便向她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若兰走上前去 拿了一个俊俏后生的面具 往脸上一戴 转身 莲生 你看这个面具是不是很好看 谁知转身之时 对上演的不是连生 而是拿同一款面具的 实在在的少年郎 四目相对 面具下的若兰心跳加速 面具下的双颊 泛着红韵 那眼神似曾相识 可是自己却不记得在哪里看见过 一时无声 公子公子 我在这里 你看什么呢 若兰回神 放下面具 眉眉看什么 此时 对面的少年郎也放下了面具 一袭白衣 眉清目秀 潇洒提躺 若兰有些看迷了眼 世间还有如此好看的男子 今日倒是不需此行啊 连儿看若兰有些失神 便推了推自己小姐 公子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哦 好 便逃也思的跑了 那男子也有些失了神 这模样 好像在梦里见过 但是自己偏巧又不认识 小偷 抓小偷啊 有没有人啊 抓小偷啊 那是我阿娘的救命钱啊 一个姑娘 便跑便哭 这是一个衣着破旧 姐妹鼠眼的男人 那个男人还不住的回头看 是否有路人帮忙 他见路人虽放慢了脚步 但是都没有要帮忙的意思 心里颇为得意 便放松了些 没想到的是 若兰却从半路跳了出来 拦住了她的去路 大胆小偷 还不快束手就擒 将你偷得钱财 还与那位姑娘 哪里来的小娘炮 敢管老子的闲事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说话的功夫便抡起拳头 砸向若兰 二丸闭上双眼 心想惨了惨了 腰破相了 没有想到一个健硕的身躯 挡在了若兰的前面 一个健不上前反手 支住了小偷 急忙赶来的牙医 接手了此人 将财务还给了小姑娘 便撤退了 只剩下 若兰和白衣男子 若兰睁开眼睛 有些欣喜 是你 不错 正是在下 胸排 好胆识啊 在下佩服 我其实也没有做什么 让胸排见笑了 多谢刚才胸排替我解围 举手之劳和足挂齿 正在两人互相牵让之际 严惩忽地发现了 若兰耳垂边的耳洞 心里便有了个疑惑 看着眼前秀气的模样 莫非 我姓沈不知胸排如何称呼 若兰开口 在下 姓严 单名一个成字 原来是颜凶 如若颜凶不嫌弃 恶如我们一起小酌 几杯如何 在下正有此意 一行三人 如意酒楼 雅间把酒言欢 潇洒自意 何其快哉 这边的太城宫里 看着成玉的命个步子 越看越气 越看越伤心 恨不得立马飞过去 练了那个水彩解气 私命早已退出 此时的小殿下 并需要帝君的安抚 私命是个眼力见儿的神仙 这点儿还是通透的 酒儿 也别恼 眼下 你若不舍成玉 便去凡间看看吧 本地均匀了 东华 凤九抬眼看向东华 你同意我去凡间帮成玉 嗯 你我在一起 他也算出了不少力 就当本君还他这个人情 凤九拦腰抱住东华的腰 在东华唇上落下一吻 随即埋头东华的胸前 东华 你真好 有你真好 你放心 我不会冲动的 我不会给你闯祸的 九儿 你答应我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让自己受伤 凡是有我 知道吗 额尖深深的一吻 淹没了千言万语 九儿 我还有有事需要去一趟昆文须 凡间你先行一步 我办好事就会去找你好吗 嗯 好 那我要是想你了 我就用你给我的法器换你 可以吗 嗯 可以 东华抬手 一到白光稳稳的立于桌前 那边是明鉴之组仓盒了 哈哈 我萌萌哒的小仓盒出来了 九儿 我不在你身边 你就带着仓盒吧 危机时刻 他可以保护你 仓盒 晨曦 凤九坐直了身子 看着眼前的仓盒 很是亲切 那是陪了他好久的晨曦 可是又是大惊 以前的是小丫头啊 这怎么变成了男儿生了 这个 主人 女君 仓盒拱手 风九有点无法接受 望向东华 东华 我要晨曦 东华微笑 点头 好 念了个诀 小晨曦又回来了 但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清静了 仓盒 既然九儿喜欢你叫晨曦 你以后保护九儿是便叫晨曦吧 此次九儿下凡有重要的事情 你需随身保护 若有闪失 你之后果 东华看着仓盒 态度分明 仓盒不敢怠慢 连忙回应是 帝君 这样吧 你跟着九儿去凡间 还是一对母女吧 这样方便些 也好教一些不相干的人 绝对念想 小仓盒听了 大喜 冲着凤九吐了吐舌头 随即称呼道 谨遵遵教会 我一定保护好娘亲 不让娘亲受到伤害 也不会让任何人骚扰到娘亲 请爹爹放心 没想到 老神仙居然没有脑 反而跟着凤九一起笑出了声 固然 这上古神指此生非他不可了 苍和心想到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